在我们家可能我们说话声音啊 平常人也少 然后说话声音也不大 然后突然来了人吧 如果声音大了 或者有别的孩子哭 可能他就很容易受到惊吓 然后他就会哭 别人哭他也哭 人家笑他也哭 人家声音大他还哭 是不是 可能平常像他们现在都是读三子女嘛 和家里的人接触只是固定的 都是和长辈的 很少有同龄的人一起玩 然后时间长了不接触 他就突然一接触 他就可能会有点胆小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和人家去相处 站起来站起来 妈妈拍一拍 还要喝吗 你再把它洗 好了不喝了不喝了好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